据传赵本山给徒弟小沈阳开出的年薪大约500万元左右 而在赵本山投资的电视剧《乡亲爱情》系列里 大多数演员不是徒弟就是员工 出演这些电视剧是没有片头的 有的只是一些补助 在刘老哥的大舞台上 压轴的名演员与唱头马的新演员报酬相差两倍以上 他们的年终奖也不多 一般是3000元至5000元不等 除此工资之外 赵本山并不允许徒弟私自接商业 对于破坏队地的徒弟 主要的惩罚手段就是罚款